优扬的陶地生环绕整个环保公园 让人心情顿时轻松不少 这是大理区公所举办的街头艺人之夜 公所邀请这些身怀绝技的街头艺人 用音乐跟大家同欢 让我们很多的乡亲 透过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方式 就是他能够很大众化 然后跟现场的观众交流互动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带动我们在地的街头艺人 才艺的表演 那也能够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不只有陶地演奏 这一天还有原住民街头艺人拉克 用充满热情的嗓音开唱 由于第一次有街头艺人在社区公园来表演 吸引许多民众喜家带卷到场来观赏 还有人随着音乐下场摆动 现场气氛 这次感谢我们的文化局 还有科区区区长 来赶快引进我们的街头艺人 在我们新里的环保公园来举办 让我们的民众更加视线更广 让我们城市之间拉近距离一近 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现场还有清洁队进行环保宣道 让活动更具意义 而错过这场街头艺人之夜的民众也别灰心 公所规划11号将会在运动公园 举办异想天开放音乐的活动 届时会有在地的合唱团 以及女子国乐团登台演出 欢迎民众一起来听音乐 放松一整晚 既然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